特徵旨它有特別的職權 那呢 執法是在人 那呢 人他能夠執法正確 本身不違法 那當然特徵旨就有它的功能存在 所以關鍵旨是在執法的人 是不是依法來行政 關鍵主要在這裡 院長會不會擔心接下來 又被挑撥跟馬之間的關係呢 老早沒有任何的借地 我從來都沒有 從那個事情到現在為止 我從來沒有提過馬總統三個字 從來沒有 所以表示我根本不會去介意這些事 那一切呢 過了就好 還是追求美好的未來的關係 這才重要 因為之前侯市長約您當總會長 您那時候其實都婉拒的 您怎麼會突然想到答應 我剛才講過了 這個侯康這是絕佳的組合 要落實到所謂的政黨輪替 那呢 事實上這是可能的 而且可能性很大 這是一個絕佩 所以我們願意盡我們所能 那麼來實現我們人民最高的期待 人民最高的期待 就是政黨重新輪替 不過院長好像有因為這個 副分區民代這件事情 而婉拒總會長的職務有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 我當過多少年的這個院長 我怎麼在乎這些 而且我從頭到尾 我就根本沒有起心動電 所以要來再回國 從來沒有 那是有新人士 一直說 主動的在反應這些事情 所以我說連報名我都不會去報 怎麼會在乎這些事 那是好笑的事情